Hello 大家好 我是Ron 今天會和大家說的是一樣 我一直以來都想和大家分享 以有沒有機會去介紹的東西 都會對我們拍片和拍照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和一個很明顯的效果 它就是相機的Filter 我們立刻開始這部影片 We're not planning to return Trying so hard to be free To make you see what I see Hold on to your wishes If you can hold on to me Forgive me for letting you down Forgive me for letting you down again I guess I'm not strong enough Right now Hello 大家好 我是Ron 歡迎你們回到你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看完剛才的片頭 有沒有發覺和我平時拍的影片有什麼分別呢 沒錯 我今天會和大家說的是相機的濾鏡 可能有很多拍片的朋友都會知道 ND Filter、CPL、甚至MISS Filter等等 每一種的Filter都有不同的效果 令到我們的畫面更加有個人風格 但是今天會和大家說的Fallium Matte Rotor System 可能是市面上最獨特的Filter System 它可以將不同的濾鏡透過這塊磁石 集合在一起 而重量只有200g 也不會出現暗角的問題 說到這裡 可能有很多不熟悉Filter的朋友都會一頭沒水 但不要緊的 因為這條影片中 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Matte Rotor 如何用之外 也會介紹它這麼多款Filter 不同的特性 讓大家更容易明白 究竟3ND、MISS、又或是Cine Street 對於我們的畫面會有什麼影響 又或者是怎樣可以用它們 令到我們拍的影片更加有魅力 Matte Rotor System的消防方法 和操作原理其實很簡單 它最大塊這一塊就是 有磁石的82mm轉接環 它基本上就是全個Filter System的基礎 把它裝上鏡頭之後 就可以即時貼不同種類的Filium 雷鏡上去 去達到各種Creative效果 如果角度不對的話 也可以透過金色的齒輪去調整 之後還有按鈕給你鎖住角度 如果你的鏡頭的口徑不是82mm的話 也不用擔心 因為Matte Rotor也有提供Step Up Ring 給大家用 而磁力方面也相當可靠 大家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用一用的時候會脫落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Filium Mad Rotor的Director Pro Kids 裡面包括大家拍片時候會用的雷鏡 接下來會和大家看看 這幾個Filter在Matte Rotor上 究竟會做到甚麼效果 在開始之前和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片頭我用了比較重手的調色 為了保持畫面的真實感 我就會用一種比較貼近真實的顏色 首先第一塊會說的是Black Maze Filter 它在我們拍攝影片 甚至拍照時都會最常用到 中文叫做油光女鏡 它特別的支柱就是令畫面上的光線變得更加柔和 highlight的細節會減少和變得模糊 令到整個畫面看上去都更加夢幻 它有很多電影製作 裡面其實都會用到 尤其是拍人影的時候是相當適合 附帶的油光效果都可以令皮膚看上去更加白滑 更加漂亮 用它去拍一些Close-up的鏡頭都是相當Cinematic 它對於夜間的拍攝都相當適合 配合街燈都可以營造到一個很高級的感覺給觀眾 今次拍攝的時候 我多數是用1 over 2 Black Mist Filter 一個油光效果比較強的版本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效果不太真實的話 Vilium Director Pro Kit裡面 也有油光效果比較弱的1 over 4 版本 自由給大家切換 它穿到一個比較自然的感覺 然後會說的就是Cine Straight Filter 這個也是加強畫面風格的最強武器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有光的部分 就會出現一條很漂亮的拉絲效果 這種拉絲的出現完全不是因為鏡頭有面油或是髒了 而是全靠Cine Straight Filter去營造出來 很多電影裡面都會喜歡用Anamorphic的鏡頭去營造一個Cinematic 很有風格的畫面 但因為Anamorphic變形鏡的價錢往往是非常非常貴 可能要去到幾十萬才有一支 也不奇怪的 Cine Straight Filter就是一塊很神奇的雷鏡 去模仿Anamorphic拉絲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會稱它為Anamorphic 藍色拉絲可以為你的畫面營造一個相當強的未來感 當鏡頭直對光源的時候 效果就最明顯了 不單止是晚上 其實在日落的時候用它 效果都是相當出色 好像我在上一條Sandisk的廣告裡面 其實都有用過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在右上角的連結 詳細地看一下 這個filter是究竟做到什麼的效果 除了藍色拉絲之外 Philium Director Pro Kit裡面 都有高Cine Straight Filter 給大家在不同場景的時候去用 發揮自己的創意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鍾情於藍色拉絲上面 所以金色我就比較少用了 之但因為Mac Rota是一個相當強大的磁石雷鏡系統 所以剛才說過的filter 其實全部都可以裝上去Mac Rota上面 構成一個更加Creative的效果 就好像Blue Sinistrate 再加1 over 4的Black Mist 而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 將Gold Sinistrate Blue Sinistrate 和1 over 4的Black Mist混合去用 它可以做到一個非常獨特的金藍拉絲之外 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很重的油光效果 相當之適合喜歡拍片的朋友 甚至是拍照的朋友 以下就是我用這個組合去拍的一些效果 好多了 好多了 有很多朋友都會擔心 這一套filter這麼多塊磁鏡 會否影響到鏡頭的表現 其中一個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 黑邊不編音 但因為Mac Rota用的 都是一些比82mm更加大口徑的磁鏡 所以在我的測試中 用24mm的鏡頭 即使用4塊的filter 都完全不會影響到鏡頭的表現 最後一個會說的就是 我們拍片的朋友經常會用到的 VND可變減光雷鏡 拍片的朋友應該都不會對它陌生 它可以幫我們拍片的時候減光 從而達到一個最自然的動態模糊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朋友 亦都可以回到我右上角 講解拍攝家屬的一條video 到網下 裡面有很詳實地講解它的原理 回到這裡 Philium Director Pro Kit裡面 就有2-5 stop的VND 如果大家想用它的話 就要配合CPL偏光鏡才可以用到 因為在CPL Filter上面 才有相應的坑紋 給大家去調節VND的格數 同樣在套裝裡面是包括買的 跟剛才提及過的Sinistrate Mix Filter一樣 它們都同時可以在這個Mac Rota System上用 一顆磁石就可以達成幾個願望 做到機中效果 到最後跟大家補充一下 Philium是一個新的攝影配件品牌 Mac Rota 就是它們在Kickstarter上面的一個新的Project 如果看完這條video之後 有興趣的朋友 亦都可以按進去下面 描述欄的一條link 看看它們的Product 總括來說 我覺得Philium Mac Rota System 是相當特別的 未用它之前 我是完全猜不到 Black Mist Sinistrate 3ND這些不同功能的Filter 是可以這樣mix and match去用 它的安裝和拆取亦相當方便 很容易就可以為我們的video 做到極具風格的效果 我猜過之後有很多機會 都會融入我的創作上面 好 那這條video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like和subscribe my channel 之後會出更多攝影評測 教學和trival cinematic的內容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 我是Ron 再見